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 四月的风常伴着雨后的阳光 洋洋洒洒 吹来阳光明媚的成长故事 就连天上的白云都开心的笑着 我的小伙伴们如绿叶在春天里绽放 四月的风又在奔走着 像个不知疲倦的孩子蹦蹦跳跳 笑着长大着 连陪伴着的玉华都开心的合不拢嘴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一场风的精彩 走进海雷一带里读经典 今天我们学习由淑菲推荐的风 风 唐 礼桥 解落三秋叶 能开二月花 果江千尺浪入竹万甘霞 这是一首描写风的小诗 它从动态上描绘了风的量 它能使晚秋的树叶脱落 能催开早春二月的花 它经过江河时 能掀起千层的巨浪 刮进竹林时 可以把万颗翠竹吹得歪歪斜斜 这首诗能让人看到风的力量 这是一首构思非常别致的永风诗 诗中不出现一个风字 但是我们仍然能从四种现象上 来感受到风的力量 前面两句 秋风吹来 树叶飘落 春风拂面 百花开放 后面两句 大风吹过江河 掀起千层的巨浪 刮进竹林 万甘翠竹歪斜起伏 这首诗对账工整 韵律优美 每一句诗中巧妙地 嵌入一个数字 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语言技能 Wind Until the three autumn Leaves and bloom February flowers A thousand feet across the river Learning into the bamboo Ten thousand poles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这个海力读经典 我是今天的小主播高舒飞 今天我要读的经典是 唐朝李乔的风 风唐李乔 解落三秋叶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竹万甘鞋 解落三秋叶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竹万甘鞋 解落三秋叶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竹万甘鞋 四周叶 不幸的 逃命的 五明的 五明的 平凡的 平凡的 温暖的 温暖的 凛冽的 凛冽的 风吹过 解落三秋叶 能开二月花 我江千尺浪 入竹万甘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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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